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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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学人期龙期之前 我建议大家做多些引体上升和dips 首先引体上升大概去到12至18下这个数位 大致上你有这个力量 你才可以有能力去杠杆这两个动作 其余我们要多练腹肌和側腹 事不宜遲 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样东西 第一个姿势 我们先做一个挺胸 然后将你的肩胸骨内收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再给力向上拉 OK 好 尽量你胸骨这个位向上 瞄住条巴撞上去 放一放 重新的姿势 再上 压起肩胶骨再撞 撞 撞 如果有一个强性的朋友 首先 找一个低一点的降 好 很简单 放低你的身 OK 向上 顶高于腰 拉上去 OK 同样都是瞄住你的小腹的位置 拉上去 OK 尽量拉进少少 拉进多少少 邪身引体这个动作 我建议大下 每组做到8-10下 这样就做四组 第一次引体上升都做不到的朋友 可以用一下这个 橡筋带去帮助你 对吧 那我们挂起一条橡筋带 在它单缸上面 然后踩住 OK 对脚踩住 靠它的力量 弹你上去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你的方法 OK 在这个单缸上面 OK 当你起跳 起跳 起跳 OK 跳到最高 UP 慢落 慢落 尽量死顶死顶死顶 不要被它放得太快 OK 3-2-1 1-2-1 1-2-2-1 那直接承受到的朋友 直接承受都可以 3-2-1 3-2-1 3-2-1 最记忆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不够力的时候 你会发生什么事 OK 你会缩住肩膀 OK 用了上前方的力量 那这个是错的 如果你是刚刚做到三下的话 那你应该留意一点点 注意一点点在你的形状里面 OK 挺胸 OK 夹在肩膀 夹在肩膀 OK 好 做好一点这个位置 上去尽量拉高一点 每一下都过破 过下巴的 保持质量 然后呢 好 上去 试一下 不要那么快让它落 OK 再上 hold一hold 甚至乎你可以每组都hold 超过10秒 如果你本身是做到 5下引体上升的话 我建议你每组是应该做3下 引体上升的 那就分10组做 那慢慢3下3下3下这样去 去到最后那2-3组 你可能会不够力的 那你少少 用少少方法 OK 好 少少脚 脚尖 比力跳一跳 拉高一点 OK 拉高一点 好少的 好少好少的 OK 可能做到最后 你会觉得很辛苦的 拉到肌肉的撕裂 肌肉的强度 慢慢恢复 那你下一次再做的时候 你就会拉得更加多了 那如果当你做到8下的话 我就建议你每组是做5下的 因应你的下数而定 你最大下数的7-8成 除了引体上升之外 第2个主要的动作 就是DEEP 双按压力 那一开始练DEEP的时候 我们 好 下低一点 OK 将你的手 曲住手下低一点 好 慢慢感受一下 你的三头肌 前三角肌 下空 同时发力 给力向上 推 推到你的手直了之后 OK 好 那第2部分你才可以 试一试 慢慢下 再上 再上 留意 如果你的Core不够力的时候 你做DUN降和双降的时候 你身体会很重要 那怎样去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呢 那就留意上一集 我们很多腹部的训练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如果你都觉得很难的时候 那你可以做平板支撑 那一类的腹环机的训练 那都很有帮助 如果你本身做到五下的话呢 那我建议你每组做到三至四下的这个Dips 做你最大下数的七至八成 都是 都是十组 慢慢做 做到最后没力的话呢 用一点脚去帮你 那当你一下Dips都没做到的时候呢 那我建议你做这个 OK 简单一点的 脚放在地上 OK 慢慢把身拋出来 OK 好 手肘放在后一点 OK 下 一 好 推上去 二 推上去 OK OK 简单一点的 平时在家里都可以用一张梳化来做 那第二个训练呢 我就建议做这个 Diamond Punisher 鑽石的掌手牙 好 接着都是保持你的腰 不要跌得太低 OK 不要探腰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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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的手肘 维持一个 心形的形状 OK OK 对于这条影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可以留言给我们 觉得棒的就给个like 还有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其实我也还有另外一个频道 我的频道 Beatbook Channel 大家记得订阅吧 接着